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10月26号 薄熙来人大代表的身份被拿下 同一时间 美国的纽约时报 长篇报道 有关温家宝家属 就是他自己家庭的孩子们 有关贪腐的问题 在同一时间拿出来 而整个的内容 跟大概一个月前 习近平被报 当时是彭博通讯社 被报他的姐姐占有的财产的方式 这种报道的手法一模一样 后面都加了一个坠子 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 温家宝在他们家庭 他的家属赚钱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的参与和影响 当时习近平被报道那条消息的时候 极其类似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西方各大媒体都在转载 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无意当中自然当中 就把薄熙来被开除除 人大代表这件事情呢 作为中国新闻当中呢 就给压下来 所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我今天早上看了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相对太谨慎了 道理非常简单 要对咱所有的朋友要负责任 来路不正 时间选择的太明显 时间选择的太张狂 不管他这个消息是对的 是错的 是真实的 还是虚假的 以现在的作为负责任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从观察的角度看呢 可能更对所有的朋友更负责任 因为在习近平那篇文章报道当中呢 过后一段时间呢 被证明了很多内容是假的 他所谓假的就是说 张冠李戴 当时很多内容是这样的概念在里面 那到现在温家宝这条消息出来呢 他的爆炸性太强 大家知道新闻媒体就是要找这种爆炸性的故事 那有人爆料呢 他就拿出来 所以这个前提我想跟大家分清楚 但是有一个客观条件 我们可以看出来 大家记得 2012呢 是真相大白的年代 这真相大白的年代 揭示出来呢 是中共本身的最后崩溃的时候 大家一定能够 我觉得应该能够认同石涛这一番话 无论谁具体的某一个人 什么样的消息 怎么被爆料栽赃 那这个人做过什么 天地之道 神明之道 人心之道 这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一点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被爆料的过程当中 这样激烈的拳斗的打斗的过程当中 他真正披露出来的 是共产党的邪恶 法广一篇文章 先披露出 薄熙来被罢免 第十一届人大代表资格的消息 薄熙来被罢免 第十一届人大代表资格 26号 实际是人大常委会 这次开会的结束的时候 对外宣布 剥夺薄熙来人大代表资格 那薄熙来因而失去了 人大代表的司法豁免权 新华社当天以快讯的方式 报道了这条消息 没有更多的解释 那法广的披露出 谷开来的母亲 替自己的女婿薄熙来 请过两个辩护律师 其中的一个辩护律师 叫做李萧林 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说 这个律师叫做李小林 他现在的名字叫做李萧林 那大概是翻译的问题吧 他接受了法广记者的采访 针对薄熙来被剥夺 人大代表资格之后 将送到司法机关 面对的是司法上的程序 那李萧林在接受这个 法广在瑞典的记者电话采访时 是这么讲的 不取消人大资格 同样可以对他进行审判 因为中国的司法规定 是无罪推定的 在法庭判决之前呢 他是无罪的 他就讲这么个概念 其实这个概念呢 这是一个纯法律上的一种 一种概念 也就是说纯学术上的一种说法 法广记者又在问他 会不会审判薄熙来在十八大之前 那李萧林认为可能性不大 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因为呢 整个程序呢 都没有没有时间能够走完 那第三呢 李萧林讲说 他自己还没有与司法机关 那方面有过任何的联系 所以根本谈不出任何其他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薄熙来这个案子 到现在我们能够拿到的消息 那接下头来呢 我们就刚才跟大家提到了 温家宝这条消息呢 比较重 但是我跟大家就讲过了 那这条消息 这个时间的放料 是放料的人太坏 心态很恶 就是说 无论是这件事情是真的 他爆出料是真的 是假的 而在这个时间爆料 我们完全可以断定 这是薄熙来这一派 如果往上走 应该是曾庆红 周永康这一派他的操守 他的操守不是为了给人们一个公正 而是为了报复 对吧 第一 第二 我们也可以验证呢 在中共最高层呢 太多的人彼此之间的把柄 攥在彼此人的手里面 相互牵制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中共本身 2012 在今年 是一个真相大白的年代 让我们所有的人 都看到是的 这个体制的邪恶 这是非常认清 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几乎所有大媒体 都在报道 温家宝这件事情呢 那在这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选用的是 德国之声的一篇报道 文章是这么说的 纽约时报 长篇报道温家宝家族的隐秘财富 他讲说26号 纽约时报发表 长篇调查报告显示 中国即将卸任的 总理温家宝家族 在过去20年里呢 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那而外交部发言人 直接讲说 这是为了抹黑中国 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这是外交部的发言人 洪磊被记者问到 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是这么答复的 那我们跟大家分析的时候 就讲说 最关键的问题是 爆料的人 这个人心 这个人本身太恶 这一个集团 这个势力本身的手法太恶 文章他提到说 温家宝的亲属 包括他的儿子 女儿弟弟 其弟 都在他执政期间 变得很富有 他说对公司 及监管记录的调查显示 在总理的亲属中 有些人的生意风格 十分强势 这里大家 我提醒大家注意 他引述的叫对公司与监管记录的调查显示 这句话 在习近平的 有关彭博通讯社的调查报告当中 当时拿出来的文章当中 是一样的说法 透过公共管道 透过公司的监管系统 就可以拿到这些资料 那我们当时的评论当中 跟大家说过 我说如果这一条能够做到的话 那就不用中共高官去申报个人财富 如果作为纽约时报独立 可以查到这样资料的话 就不用这个时候再爆料了 我们不用去山呼海呼的说 你们要把这个资料拿出来 你们要把自己的资产拿出来 我们透过这样公共管道的这种渠道 我们就可以看到 既然我们老百姓人肉搜索都可以搜索得着 那这样的公共资料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 那很多人都可以拿到 那为什么没有呢 这句话就有问题 这就是我说的 问题出在这里 我不是说否定他说的内容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想我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 我对大家要对所有的朋友负责任 以我个人的角度去看 这条消息是非常值得等待 值得等待去判断 而不是爆料的新闻 我们希望给大家的是真相 在这篇文章里接着 他提到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提到 调查的公司及与监管记录的时间跨度 是1992年和2012年 调查中没有发现温家宝名下有任何资产 从这些材料当中无法看出 温家宝是否对可能给予亲属的财产 带来影响的决定时进行了回避 也不能断定这些亲属是否在投资上得到过优待 这个说法跟当时习近平那份资料的说法是类似的 几乎都是类似的 而他跨的年度是从92年到2012年 20年的年度 谁有这样的资料 那我们今天这些调查公司就应该有责任 把中共现在所有的高官贪腐的资料都拿出来才对 而不是这样的放料方式在特别的时间 所以这就是有来头 你让我说就是有来头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声明 我详细的内容我不愿意跟大家去 再从我的嘴里跟大家介绍 原因就是他的出手的背后呢 太黑 太狠 破釜沉舟 与死网破 你好 你不让我好 我也不让你好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一面 文章里还引用了一个维基解密的资料 他说2007年的维基解密当中提到说 一位在上海一家美国公司任职的华裔人士说 温家宝对自己家族成员的商业活动非常不满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说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我们想说呢 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呢 在今天整个大的中国社会的背景之下呢 家族家里之间的孩子之间的这种运作 成人的这种运作 作为当官者个人来讲 我相信呢 有些呢 是跟他们直接参与 同时我也相信呢 有些东西呢 是他们没办法的 我原来一直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 是真是假 他们相互打斗的一切 他们利用的所有的资料 都暴露出共产党自身的邪恶和扼杀人性 2012真相大白 真正展现给每一个人的大白的真相 就是共产党有多邪恶 而有多少人在利用着共产党 在放纵着自己的邪恶 这是我们看到的真实的一面 所以他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一天 这是最最根本的 这是我相信每一个朋友呢 应该能够意识到的问题 2012真相大白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